农历7月份罗东城隍庙将信众普渡所捐给庙方的白米 特别拿来寄住中低收入户还有边缘户 今年共发出了5000多公斤的白米 有349户受益 每年农历7月有许多信众都会来到罗东城隍庙来拜拜 报完之后时长将米粮贡品来捐给庙方 整个月下来都会累积数百公斤的白米 而今年庙方又添购米粮直接送到有需要的正名手中 发放祭品异议深远 今天罗东城隍庙庙将白米发放给罗东镇 所有的中低收入户以及边缘户 每户发放15公斤 共349户发出了5,235公斤的白米 董事长廟 可以说当年以来 对我们社会可以说做到政府意义的工作 今天这几个月7月份是我们庆佔中原 所有的这些现金台庙 所有的美金都可以说 总共有5,235公斤 总共有349户 一户15公斤 要送给我们这些有需要帮助的 这些低收入户是工作登记在案的 可以说让他们在这些时候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最后廟可以回去以来 每一年都发放到我们的白米 要来可以说让我们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来 做一点点的善心 农镇长林子廟表示 城隍岩庙一直是罗东居民的信仰中心 每年定期举办各种的慈善活动 集合善心人士的爱心 将爱传送到需要帮助人士的手中 感谢捐助白米的信仲 也祝福民众受到庙方供奉神明的白米 能够保佑和家平安 健康顺利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